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了满长的地方 大概前后有将近一分钟 然后这个镜头最终整个过程全都留下来了 网上一下就炸了窝了 就是出现这种事情炸了窝了 任何各种讨论的方式都有 讨论的说法都有 小伙子最终给放了 就是当时看球看了一会就放了 然后我看到小伙子有人去采访小伙子了 我没有找过那段视频 但小伙子被采访了 场面的过程呢 就是你看到警察们在注意他 整个这过程就有 那当时这是一个很意外的背景状况 在我个人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个人只是脑子稍微有点空白 就是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然后看了两遍呢 我斗胆说这是人家安排的 这是习近平在转向统治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转折点 小伙子是怎么被安排 会不会完全被设定的 我不好说 我只能不好说 但是如果让这个小伙子去扮演这么个角色 作为一个球迷的话 我相信他会非常喜欢 他肯定非常喜欢 他最终得到了梅西的签名 他们俩人的照片 这整个场面都有 所以那而且跟这个鸡手 跟他全场跑了一分多钟 然后整个在场面上献了大眼了 走了一过程 如果你说党和国家领导人找他配合的话 组织找他配合的话 我相信他会配合 你让他说出真相 他不会讲 谁都不会讲 我个人以为是这样 这我们只能说推测 我们只能说推测 我也没说这小伙子一定是这样 那如果说小伙子说 不要 我就是这个 我就是我自己安排的 我自己的 没所谓 但这个场面 这个场面本身 给我的感觉跟印象 基本上是这样 不知情的是梅西不知情 整个球队不知情 有可能球队不知情 那这个东西在这个西方社会联赛中 常有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是一个日常的过程 那我说梅西不知情的就像梅西在机场被劫的时候 说 我说台湾免签 你不是中国 台湾不是中国的吗 就跟那样的不知情的故事是一样的 所以他只是来是来现役的 那他还没有完全退出这个阿根廷国家队 其实 台湾世界杯他曾经提说过他退出 那如果有某种要求某种背景之下 作为一个踢球的人 对政治啊 对所有这些东西他他他他他放到一边 我只要我的家庭好 我我我球我就欣赏我踢球 所以对于他来讲 来到中国参加这样的活动 不是一个太你也不用对他期待太高 他他就这么一个故事 那他就是一个新一代的球王 这些都具备 但作为另外一方 中国的一方 那太多的球迷 所以他就在今天的公体出现这么一场球 那票肯定可以都卖光 这是没错 很多人期待着跟梅西有这么一个交往 太多人 在留言上基本上是这样 说这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获得了所有球迷想获得的一切 但绝对绝对大多数没有人敢干 特别是在中共国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是习近平庆祝生日 大家都承认 你进去脚场子 不搭舌你的腿 不给你全家碎尸万段 你脚场子呀 是不是 习近平把脚场 把脚场这个东西 就一下以这样的方式软化了 你可以看看那些追的警察 那些追的警察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 否则的话 那些警察会丢工作的 现场的组织者会丢工作的 那些警察会丢工作的 这些警察没有一个尽力去跑的 警察没有尽力去跑的 但是一定有场面 空脱的场面 氛围得有 那作为西方人 球队来讲 他们没有这个 我不认为他们有这种概念 他们想象不出来 在一个独裁体制国家是这么玩法 在今天中国这么玩法 没有任何人 对不对 你要知道 裁判 那三个裁判是中国人来 那三个裁判 中国人如果在球场上这种情况的话 是他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要为习大胆如何 所以 在现场的人 我以为都知道内幕 一定有内幕 而这个内幕 不是我们现在简单看到 但是绝大多数球迷会很欣赏和羡慕他 所以这就是今天习近平借助70岁大寿 出现了根本性的 某种根本性的改变 某种根本性 而他自己是喜欢球的 踢球的 他自己要这样那样 所以他借助了这么一个氛围 去进行了一种 与民间的互动 这是习近平与民间的互动 因为在网上同样一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留言说小伙子完了 这一辈子完了 打折他的腿 他们家的追祖宗三代都没有 所以我跟大家分 这是故事 我跟大家分享我能够拿到的 一些内容 你就可以看到 之间这个故事 这张照片 谁照的 我们并不清楚 对吧 这张照片谁照的 但并不清楚 但这张照片出来 在政治 在这么重大的政治任务当中 这是习近平过生日 这是重大政治任务当中 为什么可以留这么一张照片 这是专业拍的 这不是拿手机拍的 这是专业拍的 这是场边的 真正的体育记者们拍的 那他为什么可以 能够放到网上 可以传出来 所以这些习近平 以这样的方式 突然展现了 他是开明的君王 习近平在展示 透过他去展示 一个开明的君王 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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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中国 不是开玩笑的 十九大 在习近平 要跟这个江泽民 对着干的说 十九大开幕上 没有任何江泽民 正面的照片 没有 在同样 在二十大 他可以把 把胡锦涛架出去 让 让这个视频这么走 这是我想 我眼睛里看到的 这里面的故事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那这是 这是一个 这是 讲述故事 说 保安大哥 抬出了 他的球迷 脸上有笑容 有球迷 一切都是非常安好的样子 这是现场的警察 这个人留言了 因为梅西亲自为他求情 所以他不会受到处罚 这是非常弱的说法 梅西可以什么都不是 没什么可求情的 梅西今天给习近平来献祭 来庆生的 你弄清楚这位置 如果习近平不高兴的话 梅西就让你没戏了 对不对 其实就是梅西了 他请来梅西 就指自己没戏嘛 隐喻是这个 但他听得懂 听不懂 是另外一回事 他是个未成年人 所以他不会受到处罚 未成年人 在同一时间 709律师王全璋的家 在遭到当地警察的 这种完全的羞武式的 一种 怎么说呢 把他租的地方轰出去 被迫住到四星级酒店 酒店里都不让住 在同一天晚上 王全璋律师的孩子有多大 这是两回事的 实际上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并且在场人们都疯狂的羡慕他 在一个极权社会 他可能当场被警察射杀 这事确实经常发生在某个国家 但我不说那是哪个国家 在一个极权社会 谁是极权社会 这里他讲的是美国 所以发这个帖子的人 发这个帖子的人 是一伙的 我跟你讲 是整个这台戏是一伙的 傻瓜们去 大多数朋友是被欺诈 是被欺诈 这个帖子就是 在我眼睛里 就是他这个含义 是可以明确可以看到这个含义 一下什么爆红了 大家很开心 后面跑那个人 后面跑那个人 应该是跟梅西有关 那是个洋人 但我不相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相信他们是被告知的 他们是 这是一场游戏 这是一场欺诈的游戏 这是他跳下场地的地方 大概两米高的位置 大概是两米高的位置 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场面 所以你可以看看 后面追的人 是这么个追法 裁出界也是这么个裁法 都是现场的警察武警 对吧 很可疑 他有一段 接受记者的那段没了 这是整个这组照片 谁拍的 这是专一记者拍的 为什么可以出来 这个真的 这个我个人愿意这么看了 这些都是不同的现场照片 那这张照片就更有意思了 这是梅西献给他的 梅西签字 梅西签字 照片都洗好了 要送 肯定会送给这个小伙子 那这是梅寐以求的 所以这是习近平开创了新的统治手法 扮演了一个开明的君王 借助他当天晚上的故事 这是一个局 我相信他是一个局 但有人说 小伙子可能说你胡说 我这不是局 OK 他可能不是 也可能是 那我们只是这么来 来推断 他的客观氛围 和今天中共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法 是个局 那我没说他好和不好 习近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开明君主 70岁当天晚上 感谢朋友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